好 现在焦点回到国内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行政院 他们预计在本周四要通过的是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跟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 这一回呢 他们是要扩大纳入黑金枪毒 还有违反国安法跟反渗透法等等 的登记为候选人 而且渴望是在2024年 当时候的总统大选就可以适用了 但是呢 这一项修法 除了被法界质疑 说是有可能会侵害参政权的违宪之余 在野党现在也认为说 应该要总体来盘点 不要沦为政治考量 好 我们持续来关注的 当然就是选战的话题了 现在谁要接任 下一任的民进党党主席呢 好 因为现在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大败 但大家现在就要看了 到底民进党如何来进行 接下来的党务改革 好 赖清德副总统 还在确诊隔离的期间呢 他就先表态说要来竞选下一届的党主席了 而且从今天就是12月12号 就要开始领表登记了 而对于他要参选的这样一件事情呢 其实里头 民进党里面的各大派系是有共识的 所以呢 目前看来他接任党魁 是没有悬念 而且也被解读说 下一站当然就是要挑战2024年民进党的布局了 而关键当中呢 其实态度最为暧昧的这个音系派系的召集人刘兆豪 他也在他的脸书上头发文 他就写下说 相信赖福总统可以承担重新赢回人民的信任 不过对于这样子的派系整合里头的这个问题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 他就表示说 赖青的海12月8号这一天 他要宣布参选的关键一步就是将军抽居 好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说呢因为抽的是郑文灿的这一支居 好 也让呢这个关键的一步 让范英派是措手不及 哑巴吃黄莲 有口说不出 而另外媒体人张雨萱的解读 他就说呢 当然了其实蔡英文一直都是在提防赖青德的 还苏葵还在位的时候就看得出来 而现在就算是 你提拔了一个再好再清新的人选 但是呢苏葵这个高傲的姿态一出现 一呛你叫什么叫 当然整个就会拉低民进党的这个民调了 好 不过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就是在 民进党里头的这个派系整合 真的能够达到共识吗 真的可以在这个选前 就来临造一个大团结这样的情势吗 这样子的态势 好 国民党的议员薛小新他就说了 蔡英文其实一直都怀疑他 言下之意可能对赖青德也不是这么有信任的 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呢其实彭文正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打的是 好 他的博士论文学位都是假的 这些独派的作为是不是跟这个赖青德有关系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独派是最挺赖青德的 好 那么在2019年当时候的蔡赖总统初选的时候 他说这个手机民调的哪一些电话被纳入也是有学问的 江湖传言里头他指出呢 先去了解议论都会剔除是对自己不利的 只保留对自己有利的 而前立委这个蔡正元他也呼吁说 赖青德他千万不可以提到的是 蔡英文的论文们 不然呢有可能30年的机密就会被解封了 因为他认为这个论文的议题实在是太敏感了 好 那郭正亮也说这样民调恐怕会再往下跌 这个系统里面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